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問 陳冠宇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可以讓我們日日見財呢 我們講的風水 講的是要叫長風俱氣 你要怎麼哪一個地方 能夠把那個氣能圍起來 能夠長風俱氣 才能夠日日有見財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說 可以讓我們日日有見財的 日日見財的風水格局 第一個我們看的是 接到城門關守的宰物 什麼叫接到城門 你看這是要接到 這是不是一個城門 所謂城門就是牌樓 一個路口有牌樓的 一個街道當中 牌坊 對 一個整個街道過來 要進口的地方 有一個牌坊 有牌樓立起來說 這就是一個關守 那廟算不算 廟不算 如果在廟的街道 這個一樣有關守 所以你看廟的旁邊 在台灣很多廟的地方 都很繁榮 那老師有一個像 饒河街夜市 開口的地方 就有一個類似牌樓的地方 這個就是藍河街 對 所以你看這個藍河街 這就是關守 是 所以那兩邊都有關守 你看一條街從頭到尾 全部都非常繁榮 是 如果你去看關守 只單一關守 單一邊關守的時候 它只有一段 一段就沒有 是 所以你去看那個自然環境 裡面的氣場當中 你就是說 這條街會全條馬路都繁榮 還是只有一半繁榮的 就是從那個地方 城門有沒有守住 就是氣有沒有抱住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一個沙滑坐下去 兩邊都有扶手很舒服 單邊沙滑還是不舒服 久了還是會痠 兩邊都扶手不會痠 所以就氣 所以氣就平衡出來 所以說我們要關守 從前台灣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有夜市的地方 你看夜市的地方 你看前段很熱落 後段都冷掉了 你去看 就那邊有一個排房 有排樓上來 後段沒有 然後很多藍部去廟 廟宇的地方 你去看我們到 路感天后宮的時候 一樣 還有一段的時候 它這邊排樓在這邊 這一段就很煩惱 那一段沒有了 有人吵 但就不積極了 氣就不上來 所以說我們要日日有建材 就選擇這種情況 你看在這個地方 住在這裡面 還有你在這裡面做生意 你看不管 擺在夜市攤的 旁邊的店鋪的 住樓上的 他基本上 他不在這裡做生意 他出去賺錢 也很容易 因為這個氣場 我們從這個 第一個圖可以看 這個氣場 都很 整個能量都很密集 能量密集的時候 你在這種空間 自然就有那個福報 有這種福報 就能夠日日有建材 這一點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街道平坦 平和中庸的環境 我們看這條街 這一點兩邊 房子的時候 你們看到這個車道 車道的時候 是不是兩部車 如果來回兩邊 跟兩邊車道 旁邊還有個車道 已經被停摩托車停掉了 所以只有兩個 所以這種寬度 載屋 兩邊的載屋的寬度 那種氣最平衡 最中用 所以整條街的生意 都非常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看 這哪裡 台北的貨 我們在台北看 這叫通化街 所以你有從通化街 一條路走過去的時候 那種比例當中 它的氣場都靈機 所以兩邊的商店 就生意就比較好 大家都好 對 那你去看西一路 仁愛路 西一路是很寬 太寬了 它有快車道 它有分快車道 慢車道 這種氣場就是散的 所以它是沒有平衡中庸的 它就一段 這個店很好 整個它周圍的環境 的氣場好 只有這家店好 隔壁就不好了 不是一連貫都是好 所以我們要想一想 一條路 像這條路的時候 這條路 我車子雙向道的時候 來回兩邊都有商店 當我要到對面這邊的時候 我開這邊 我到這邊買 是不是隨便回轉就可以過來 人從這邊要隨便 就可以穿過來 有快車道 你要沒辦法走過去 你要走到人行道 要繞一大圈 你就不會到那邊去買 是 所以這氣就斷掉 所以說大水無情 風水講的是水的流動 一個大河流的水 這麼大在川流不及的時候 川流不及的時候 你想一想 你絕對過不了這個河 那你要怎麼 你要賺錢 你就要在河旁邊 挖個洞水會流下來 那就有財 所以那只有階段好 那如果小河流 小河川的時候氣都很凝聚 所以大家都很歡樂 所以我們在講 長風機器就講 這種座位環境能量 它能夠把所謂的能量氣場 兩邊都可以隨便可以過來 跑過來跑過去 我要買這邊跑過來 這邊買過來 幾步路最後兩步車 看沒車就過來了 OK 快知道圍起來 你不能走過去了 只等生意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講 叫做平坦 平和中央的環境 只要你能夠在這種環境 都兩步車的通道的 這一條路上做生意 它的生意上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這一排路的所有的店鋪 都是好生意的 當我住在這個地方 也就代表 四個車道的房子的動具 一個車道 你想一個車道 最後到兩米半 一個車道都兩米半 兩米半有兩個車道 五米 四個車道 十米 所以十米寬度的 馬路邊的周圍的環境 是最適合做生意 就住在這個氣最靈寂 所以一輩子當中 住在這裡比較容易 有日日有建材 所以我們在現環境就講 不會壓迫感 而且寬敞當中 不會太過於鬆散 不會太鬆散 它的氣靈寂了 所以達到風水 最要談的時候 長 風 機器 切記 這是最重要的原則